8年来,船风的饭量非常小,身高和体重远低于同龄的儿童,同时免疫力也非常低下。 他经常会感冒和发烧,并伴发严重的咳嗽和哮喘。 发生在谢船风身上的这些缺损非常严重,但是致命伤仍然来自于心脏。 在检查中,萧明蒂发现,谢船风外露的心脏中有严重的事件和缺损。 所以心脏中的缺损要致命,其他的安全有问题,你不去碰他,不去动他,他不会死。 但是你心脏中的缺陷,他要慢慢随着你发跃,长大,年龄又组近增大,他心脏的起性的年龙都会增加。 你比如像这个谢船风小朋友,它是心脏境跟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绳,脚色境跟缺绳,我们时候当中量了一下,大概有二乘二平方厘米,那就相当大了。 你可以把心脏简单地想象为一个带泵的蓄水池。 这个蓄水池分四个腔,分别是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。 左右心房和心室之间都有隔膜隔开。 在心脏的挤压下,携带氧气的新鲜血液从左心室出发,滋养全身,同时带走体内的二氧化碳、尿素、尿酸等废物, 再回流到右心房,然后到右心室,自此完成血液的循环。 卸传风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,有一个四平方厘米的缺损。 这使得左心室的血液在压力的作用下流向右心室。 右心室的血管与肺动脉相通,随着压力的增加,血液流向肺部,导致肺动脉高压,引发脂干。 做手指的经过导管检查,已经是双向分流了。 就是左边的血可以到右边,右边的可以到左边。 那再往下,甲洛子没有分流,甚至右面的血到左边。 那这个孩子就有指干了,就嘴唇,手指都要发指。 那时候就做手指就已经禁忌了,就不能做手指,做手指反死得快。 所以已经到那个临界状态。 所以这个要不治的话,特别性要不治的话,可能到后来就治不了了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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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